第八題第八題第九題是提主2013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發佈成人與兒童納色取量指南下休16歲以上成人每日的納色取量建議因低於2000毫克報告顯示高血壓是造成全球死亡第一名的危險因子造成全球約13%的死亡 我國國民健康署建議成年人每日納色取量不超過2400毫克第八題說在每日的飲食中納主要來自食鹽氯化納的色取然而納的色取來源並非僅從鹽分而來假設只考慮食鹽的色取根據健康署所建議的每日納色取量不超過2400毫克推算2400毫克的納 相當於攝取約多少功課的食鹽 首先我們先把2400毫克換傳成功課2400毫克就是2.4功課 我們曉得氯化納的分子是NACL 所以它的分子量就是35.5加上23也就是58.5 也就是1莫爾的氯化納會有58.5公克那麼這裡其中呢1莫爾的氯化納會有1莫爾的納也就是說58.5公克的 氯化納中呢會有23公克的納我們攝取了58.5公克的鹽巴就攝取了23公克的納現在我們不曉得攝取了多少公克的食鹽 那其中我們的納含量就是58.5分之23 這要等於我們的2.4公克 232.4差不多我們就消掉這裡變成0.1 所以呢X呢就大概就是5.85公克 也就是大概就是6公克 因此第八提問我們說 推算2400毫克的納相當於攝取多少公克的食鹽 我們答案選擇是C6公克